欢迎的战友们大家好我是面具先生 几天不见甚是想念战友们 这些天可以说全世界的焦点都在香港 香港人民也可以说让世界再一次重新认识了伟大的香港人民 同时香港人民也真的像郭先生在视频中说的那样 为我们的华人黄种人在世界上赢得了重新的尊重 这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根据最近的香港一系列事态的变化 以及郭文贵先生的直播提到的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期节目我想就 为什么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共产党这个谎言家 即将对于香港做出的任何承诺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香港人民要听郭先生的话 因为郭先生从2017年5月20号第一次爆料香港以来 可以说他那次爆料的很多事情都已经应验 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全部应验 第二点 我们这次伟大的香港游行和30年前天安门事件有着截然的不同 30年之前我们一没有这么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社交媒体的力量没有现在强大 第三最重要的 没有郭文贵先生这样的人的存在 完全无私的付出 而且有能力有实力调动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 美国和欧洲日本 去让他关注香港 支持香港 第三点 当初的北京天安门是以内 打内内部的诉求加上幻想 所以最后包括也有了谈判 在最后都失败了 那么今天的战略完全相反 就像郭先生一直在爆料的时候 就说把战场拉样海外 这次爆料革命 包括我们香港的一系列事件 联系起来看 这是一场以外打内 所以这样的大的战略布局就注定了 不管是香港人民 还是中国人民 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 但是香港人民 为了要少收点代价 为了让更多的人减少牺牲 为了更快的灭掉共产党 一定不要让共产党 有任何棋者回声的机会 不要给他任何的机会 也不要相信他任何给出你的承诺 因为共产党 可以说 从70年前欺骗中国人民开始 再到中美建交开始 2001年的WTO 再到奥运会 又欺骗了美国 欺骗了全世界 可以说他没有他骗不成的 也没有他不敢骗的 所以香港同胞 你们也不多啥 他肯定会欺骗你 只要你相信他一句话 你就输了 下面我们就从事实和证据 来佐证我以上说的东西 首先 我们先谈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郭文贵先生 我找到第一次谈香港 比较具体是在5月20号 我们听一下这个视频 可以说他这个视频 很多的担忧 还有很多的劝告 都已经实现 接下来我说香港有没有黑屋的问题 我说的事情跟我有关系的 为什么有关系 香港政府跟盗国贼们 一次一次的串通在一起 在香港执法 强行收回建行 香港分行 所有关于我南湾的 我买房子的合同款 是8.8亿港币 实际是12亿港币 建行的我一个 分行的建行亚洲的一个朋友找我 要合国做业务 让我给面子 带了3亿港币 在这种情况下 我带了3亿港币 2015年 我全家被抓捕以后 建行亚洲强令的将提前收回贷款 在收回贷款的同时 找了香港的币马温 就开始按照香港的法律 要收回南湾的房子 如果当时我是串逃 逃跑没钱 我的房子就3亿港币 就收回贷款 谁配合的 建行亚洲配合的 币马温配合的 我是不是币马温不知道 这家财务收集公司 香港政府配合的 接下来香港的媒体 就大肆地报道郭文贵 胡舒立的文章 和香港的文章同时出来 好 战友们 这是第一个视频 我们再听第二个 香港的蓝不酷 带着香港的电子表长大 那是一个现代文明 与国际借轨的平台 现在的香港 注意郭文贵先生 下面说的话 基本上都已经应验 或者当时已经成为事实 但是很多人没有人相信 但是今天香港人民走上街头 就已经证明 那些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 郭文贵先生担忧也已经发生 当时郭文贵先生多次向香港的很多港商 包括有良知的 很多人喊话 说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很多人没有相信 带着幻想 结果在几年内香港被抓 抓回去大陆 上千人 上千条人民就这么没了 所以这就是对共产党存有幻想 和很多人不听郭文贵先生的劝告 带来的苦果 我们看这个视频 战友们 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视频 赶出颇神 颇神 成为西大陆十四亿人民的鲜血的洗钱的胜利 它不叫金融之都 它叫洗钱之都 专洗这些 把这个血管插到老百姓肝上的 这些盗国贼的钱的之都 谁不知道啊 吸收了十四亿人民的血汗钱 在绑架了香港的这些官员 和所谓的立法会委员 然后每天都说 香港的最大问题 是香港 是英国政府留下了一个三权秉立的体制 叫做立法会 伟大不掉 记住立法会 立法这个不能阻挡 行政弱势 这是香港的毛病 记住啊 说这句话的是香港的官员 这个时候郭文贵先生没提名字 现在是谁 大家已经都已经知道了 今天香港人民上街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立法嘛 而这个郭文贵先生在两年之前就已经说了 我看了多少香港的高官 立法委员 跟这个中共当官 真就差跪下给人家舔屁股系鞋带了 见了中共的高官 无不声讨啊 就是声讨香港这些立法会员的 长毛啊 黎智英啊 图锦身啊 都该死啊 然后觉得共产党就得要来香港来统治 一党说干政 说算还好 赶快弄二十三条 你们这种卖港求荣 瞪眼说瞎话 比那盗国贼们 只有过之没有不及 千万别忘了 你卖掉的是你的子宫 你将卖掉的是你的未来 每个都拉几条啊 那些今天在天前我看了香港 我们有一天不看香港台的 新闻台的 我看了你们那些 在瞪眼说瞎话的 真的发展太快了 你们比那盗国贼的发展还快 2008年盘古 是一个受到香港多个人 高度关注吃饭聚集的地方 我看到你们那嘴脸 我真难受啊 一位中央领导 一位深长的给我说 他说文贵 我看着这些 重点来了战友们 香港这些当年我们尊重的富豪们 带着家人来 要个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 那些人里 有没有今天 光贵先生说的那些 卖港贼 肯定有吧 做着私人追击 天天晚上也串好几个场子 也是一大杯一大杯的喝白酒 然后呢领着小姐 领着香港明星 领导说这样下去 香港就完了 说香港现在香港这些名流们 比大陆的人还会公关 大陆的官员 最喜欢腐败就和香港的官员 和香港的商人 这位领导说的是实实在的 他是发内心人性的话 但是他说作为我领导这个意义上 这对咱不是坏事 可以统治香港 统治香港 香港现在战争什么样 大家很清楚 在潜水湾 鹏螺湾 在黄金海岸 这个几个 这个金珠湖海关码头 大家现在看到什么 是由于官方的宣传 制造了大陆和香港同胞的 这种矛盾 社群矛盾 这种社群矛盾导致了利益的矛盾 香港人民房子越来越贵 港币越来越不值钱 生活水平越来越差 然后又刻意的安排了 大陆和香港民间的冲突和矛盾 然后就有人浑水摸鱼 然后香港的政府建制派官员 议员和行政官员立法部门 高层腐败 香港的大海 很快将流满先去 很怨恨 香港的好几个官员 同两天威胁我 通过关系 我们不想跟你郭文贵作对 你也别再提香港 我告诉你 你错了 是你先惹我的 是你一次次配合了盗国贼 想夺取我南湾的房子 是你们一次次抓取我的员工 是你一次次在香港非法的办案人员 你们审讯我的员工 华人大楼里边的办 这个多少办案人员 火灯有多少办案 华人大楼啊 最近郭先生也有提到 同楼外多少办案地点 四季酒店里边有多少的办案的房间 酒龙酒龙饭店里边有多少办案的房间 你以为真的是香港老百姓不知道吗 你能封得住郭文贵嘴吗 现在也学会跟这盗国贼们一起 叫人们捂住嘴捂住眼睛 塞上耳朵吗 我告诉你这位官员 虽然我们认识了一二十年了 虽然你是确实是很善意地跟我说 我也希望你问问 没有良心给你自己 如果你被招郭文贵这种代理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我真没开始了 香港的料开始 是我第二季 第一季 第二季第一季爆料计划里的 这个也很关键 第二季都大变化 第二季第一季 我第一季的第七季播完 第二季就播香港 我保证让香港 全香港人民 彻夜难连 他们绝不敢相信 他们说过去经历的看到的是为什么 那个真相 绝对是惊天地地为神的 我到第三季的时候 就是报台湾 第三季第一季报台湾的事情 好的战友们 一号的视频 李嘉诚先生要谈李嘉诚先生 别谈 我这一谈香港的股市 我估计都暴跌 得暴跌 我可不想谈 我谈真的是现在 文贵过去28年准备了28年 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我告诉你 香港的富豪在大陆做的恶 一旦被揭开 全人类也是会震惊 有些人是变态的 有些人 二十几年前 一位香港的富豪 专门有一帮队伍在大陆 专门找处女 找13岁到17岁之间的处女 这个找了处女以后呢 就把这个用红枣 最好的红枣 干红枣 塞到这女的阴道里 给她养了 然后她吃 她认为这不缘起 你去想想 这是什么样的人呢 畜生 你七哥绝对不自恋 绝对不自恋 但是呢 也绝对不看不起自己 你想 这些多可怕呀 多可怕呀 而且这些人 你想想 都被这些盗国贼们 以爱国的名义 所谓的统战的名义 然后让他们帮助洗钱 帮助作恶 出卖香港 当了实实在在的卖港贼 多少人哪 谁敢站出来说不啊 所以说香港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这老百姓 就不敢站出来 叫香港议员说 谁敢签下来一个保证书 我在大陆没嫖过昌 我没有在大陆和盗国贼们联合起来卖香港 谁敢站出来说 有人敢吗 香港的这些建制派的议员们 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些警察们 高官们 谁敢签下来 向香港立法会去签下来说 我没在大陆漂泊昌 我没被大陆警察威胁过 我没被香港的 就是国保 国保就是在香港的调查部队 国安的人 没被他们给左右给威胁过 谁敢说 这样门 就是现在国安的人基本都变成孙立军的人了 马健部长已经被他们给干掉 然后孙立军顶上 再加上郭先生 被查一系列的 王岐山王司令中郭先生 这都有着内在的关系的 就是都是南普陀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想控制这个世界吗 很简单 香港是第一步 而且已经成功 好 看完这两个视频 我们再看一个 关于郭先生对他爆料计划的一个视频 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再回过头关系很有意思 我现在我掐的时间了 18分钟 上次是在16分钟 这个网的测试 今天崔永 咱们聊聊天 测了网很有意思 1400个网友现在在线看 在线看 推友们 你们那些人不多 我简单跟你们说几句 未来 所有的爆料 你们的好奇心 不但会满足 真的会震撼你们 咱先花点时间 先让你们心脏练练心脏练练心脏 这不是黄燕的小手啊 让你们先有个适应的过程 我不希望每天大家很多人爆完料以后疯了 自杀了 跳楼了 有抑郁症了 我不希望你们这样 现在先熟悉熟悉 等到文贵把料真爆完以后 你们经过这段的磨练和锻炼 你们能感受到 2017、18、19 我保证你们人生最精彩 大家拿出时间来 好好有耐心 当你们这三年过去以后 你们会对自己的人生观 世界观 会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可以作证了 真的是爆料革命以来 我觉得所有的战友们应该也深有感触 真的是三观完全改变 完全改变 所以这个真的要太感恩郭先生了 按计划进行 计划来了 第一季第七集 在明年2018年 记住啊 2018年5月份不报香港 香港是第二季啊 然后开始进行第二季的第七 这一共七集 然后到时候第三季 啊 第一共七集 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下郭文贵先生也是经常发的一个什么 其实这句话 郭文贵先生在之前 在2017年也说过这样的话啊 只不过我没有找到 但是我有印象 我找了一个2019年 2018年12月份 郭先生在这个G20啊 左右的时候直播的时候啊 谈谈的一些谈的 我们听 亲爱的战友们 为啥我说三年呢 让西方看明白这些事实 没那么容易 让西方看明白 没那么容易 大家你们无法想象西方对共产党的那个误解 和贝蓝金黄的程度 我给你们再举个小例子啊 刚才郭文贵先生在视频中说第二季啊 要报香港啊 那么在文贵看春晚的时候 2018年春晚的时候 文贵先生包出了关于香港这个算是绝密的一个文件了 升级对香港地区涉嫌危害国家重大犯罪嫌疑人司法打击力度的通知 这里就提到了林郑月娥顺利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切记 也就是啥 这是人家安排好的切记 所以要干场大事 这个大事可能就是什么呢 就是千番法 就是彻底让香港趴下 不是跪下 趴下 彻底吃土 为何吃土啊 因为这个成立之后 香港自贸区也啥都没了 香港那个金融地位也没了 基本就是让最穷的轻光弹了 郭先生话说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视频 这是2019年 大概是三月份的一个视频 还是四月份 三四月份 大家可以看到2020年前 这个潘多拉盒子 要揭开之前 他们很清楚将发生什么 我也告诉战友们 我关完胡子以后 过几天 关于他们想搞我们的事情 我会给盗国贼们一个 最对他无法想到的 我让你盗国贼 我先提前跟你讲 我让你想都想不到的一招 咱走着看 战友们 我叫你看着想都想象不到的招 已经酝酿两年了 两年了 这是关键 再看来盗国贼 完全根据南普德会 潘多拉盒子 在走向灭亡 就这一个俄罗斯道 好的战友们 看完这些视频 我想表达什么 两年前 郭文贵先生说 在香港的执法黑屋 以及他的员工 他的司机被抓 到现在还无果 这两年报道以来 我们已经看出了 郭文贵先生他没罪 那没罪 你为什么要抓你的员工呢 那不是充分证明的 你以警治国 以警治港 以黑治港吗 但是两年前说这些手 香港人民没有听到 直到今天 马上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 翻架上 马上要通过的时候 香港人民才正式走上街头 所以如果两年前 就发生今天的事情 那世界的局势 那会是什么呀 所以由此我们要看出来 郭先生他对我们说的话 有多么的重要 我们为了不再让太多的悲剧 去延长或重演 我们真的要多听听他说什么 这很关键的 他说的很多事情全部发生 尤其关于香港的重大的事件 关于香港的经济命脉的 金融 还有这种绝密的信息的披露 都是准确无误的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 来相信郭先生 以及他对香港下一步 国际形势和中国盗国贼 即将采取的行动 以及他对于香港人民的建议 一定不要相信共产党 下面我会 就我的事实来谈一谈 为什么香港人民一定不要相信共产党 相信共产党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必死无疑 要不然就必弱无疑 像美国他搞不死 但是也搞弱了 再这样继续下去 估计也能搞死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郭先生的大战略智慧 两年前 有料 不报 为啥 因为国际的关注点 郭文贵先生说过 要让西方认清这些真相 没那么简单 现在是全世界的眼睛都瞪大 像我这样 瞪的第六元 都看着香港 都在看着你到过得下 不究竟要做啥 然后这个时候 郭先生 第二季把香港抱着 开始发笑 到今天香港人民行动的时候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香港 我们再回过头 看郭先生爆料 第一个点 马来西亚 再到第二个点 这个委内瑞拉 然后再到这个朝鲜 朝鲜是尝试 但是美国这失败了 失败了 然后是伊朗 安哥拉 中东 一个一个反对蓝金黄 澳大利亚 全部成功 所以这跟六四最重要的不同 就是什么 这是一场以外 打利 打内 现在这一仗已经打到了 共产党的 基本是他的家门了 南大 关于南大门 因为外部战场 基本合力已经形成 日本的武器装备 也安上了 然后现在是香港 可以看 步步紧逼 每一步都要盗过贼的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国家主席 他真的是没这个智慧 他如果有这个智慧 他直到郭文贵先生 这个战略 是让共产党必死无疑的 大家想一想 六四之所以失败 因为什么 你是以内 以塑料瓶 以瓶盖 绝食 幻想 和对人性的 这种错误的判断 因为共产党 他没人性的体制 虽然绝大多数共产党元少 但是这个体制 他没人性 很多人进了这个体制 他就没有了选择 所以导致了必然的失败 那么今天是什么 郭文贵彻底放弃了幻想 以外打内 通过绝对能战胜 共产党的实力 来干翻共产党 所以共产党这次必输 但是我们的国家主席 可能没有看到这个智慧 还在那还觉得很厉害 被下面人吹捧的 觉得自己已经无敌了 不行了 王岐山是真的惊 老早把习主席 习近平绑到这个战车上 因为他看出了 郭先生他这个力量 以及他的战旅 他是有杀伤力的 要不然他为什么 不让郭文贵先生 在BBC拨出去 说明王岐山这个家伙 真的是聪明 但是习近平真的是不聪明 但是现在国内所有的党员 如果你们还看不到这种形式 还幻想共产党还有所谓的 2035 2025 还有所谓的千秋万代 那你就真的就要当共产党的 陪葬品了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 美国 欧洲日本 现在香港都已经这样了 一个香港 你的共产党都已经完全不行了 你还有啥心 所有现在是所有的党员 最好的时机 实现你们的价值 做出正义的选择 所以战友们 我们不是在帮助香港 是香港人民的胜利 我们才能胜利 香港人民现在就在帮我们 对付共产党 这是核心 所以我们不但要帮助 我们还要感谢香港人民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付出 正在最危险的时候 他们这一仗打完之后 他们赢得越漂亮 我们到时候压力就会越小 他们赢得越艰难 我们到时候就会压力越大 因为郭先生这每一步 都是要共产党的命 可以说从澳大利亚 美国 还有委内娜开始 就一点点的 再把他身上的盔甲的往下扒 到现在已经盔甲的差不多了 已经快没了 前贸易战已经打的经济一塌糊涂了 没钱了 然后香港马上到家门口了 也要顶不住了 大门口顶不住 里面人理应外合 他必输无疑 所以这次郭先生的大智慧决定了共产党必输无疑 无论发生什么都必输无疑 这点我深信不疑 我们必胜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历史事实来看一看 为什么共产党他不可信 首先我们从重庆谈判来说起 好 重庆谈判 边谈边打 啥叫边谈边打呀 这不就共产党一样吗 就现在对付郭先生一样 上面刘月平去 跟你说好话 然后下面找黑社会动刀子 然后旁边还找杀手要杀你 这就是边谈边打 所以共产党都什么时候跟你谈呢 都是要不行的时候 马上要不行的时候 他跟你谈 就像这次中美贸易战 原来美国你不要砸自己的脚 结果一直让刘鹤去谈判 为啥呀 你不不谈吗 你不有实力吗 但是他谈 他的目的是啥 他的谈判只是他的手段 不是要达成的目的 而是手段 因为他所有都不会损手 从2001年 进入这个WTO 承诺中国发展GDP到多少 然后有民主 有人权 现在中国人权在哪呢 民主在哪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 也就是谈判的目的吗 我们看一看 说的很好听 避免内战 内战避免了吗 和平建国 中国现在和平吗 把新疆都抓到新疆营去 抓到集中营去 然后天天都发生杨改兰事件 然后共同推进 民主化 民主 中国有民主吗 军队国家化 这是最流氓的 军队国家化 他做到了吗 重庆谈判的时候 就说要这么谈 结果直到今天 共产党建国已经70年 他还没有实现 所以香港人民和中国同胞 你说共产党的话 他可信吗 如果你看到这儿 你就觉得拉倒了 我们再往下看 如果说在重庆谈判期间 属于你战略需要 你能谈 打仗呢 民主什么不能搞 军队国家化也难搞 那到你建国之后 没有重庆谈判了 不是建国之后 没有内战了 一片和平 这时候你可以一心一意 搞民主了吧 可以一心一意 搞军队国家化了吧 可以一心一意 把重庆谈判的内容 给实现一点 但你实现了吗 没有 那么更夸张的是 我们看一看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 这是宪法的第一章总纲 第一条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功能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战争 我问现在中国工人在哪呢 现在中国工人 都是最恶劣的工作环境 挣得最少的钱 现在中国是谁领导 是党领导 而且是党的 极少数绑架了党的盗国贼 的极少数家族领导 哪有工人呢 哪有什么联盟啊 哪有农民呢 现在农民都干嘛呢 都跟杨改兰似的 不是在死 不是要自杀 就在自杀的路上 因为快活不下去了 被剥削的太严重了 工农联盟 把钱都联盟到你家去了 把钱都联盟到 你共产党 即使说到国贼家族里去了 所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宪法 看它实现了吗 它没有 我们再往下看啊 看这就更扯淡 中华人民共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就是这一句话 共产党是全宇宙最大的骗子 还一切权力属于 现在中国人要有你一丁点的权力 中国人都不会过得这么惨 中国人连不犯法 想安全的不犯法 还能盖楼 还能为国家解决几亿 几十亿几百亿的税收 还能养活几十几百几万的员工的人 想在中国活不犯法都不行 还提权力 中国人还提权力 这不是开玩笑吗 只有被剥削 被伤害的权力 而且还不能说话的权力 只有沉默的权力 只有当砧板上的肉的权力 只有自己的前进骨 是被吸走 不能说话的权力 或者是跳楼的权力 但是你跳楼死后 你的尸体在哪 你都没有这权力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宪法中说的所谓的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最大的骗子和谎言家 骗了七十年 我们再看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平等吗 民族平等 那新疆人 二百万人被关进了牢房监狱 几个村子被屠杀 平等在哪呢 人权在哪呢 你当初收复 收复所谓的新疆的时候 你各民族平等 团结互助 在哪呢 就这么团结 就把人抓到那个笼子里去了 监力去了 然后再教育你叫 然后把人该杀杀 该监监 这就叫你的各民族 团结平等 这各民族 中国说实话 确实平等 咋平等啊 都是猪狗 都是猪狗不如 所以从某种意见 也是平等 只有党 极少数绑 绑架了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机器 绑架这个国家公器的 少数家族们 你们是人 你们是魔 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 合法的权益 维护各民族发展 平等团结互助 你让新疆人和汉人 相互仇视 挑拨民族之间的关系 你这叫团结 所以我说到这 说实话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中国共产党 这是他的宪法 但是就这么流氓的宪法 也被改了 你说中国共产党 还有一点可信的地方吗 所有的香港人民 你们如果能看到 共产党对新疆人民 做的万分之一 和他对中国人 做的一分之一 你都不会再去相信他 这是他的宪法 他这么写 而且一条都没实现 并且还把宪法 这么垃圾的宪法 还给改了 其他的我就不看了 看不下去了 另外 我还想跟所有的战友们 和香港同胞们 分享一点 我们看最近的新闻 对于香港的报道 只有郭媒体一家报道 是绝对真实客观 而且能反映香港人民的呼声 仅此一家全球唯一 试想想 如果没有爆料革命会什么样 如果没有郭媒体 这个四人拖拉机会什么样 真相全被掩盖了 当初六四的悲剧 不就是因为共产党的 这个大外宣 还有这个掩盖真相 骗过了全世界吗 而且让全世界少数知道的人 也不敢发声吗 当初 今天香港人民是200万人上街 据我了解 当初六四全国声援的 上街的可不仅仅是 所谓北京天安门那些人 当时一个市 那真的就上万人 或者也是几十万人 所以人数很大很大 我觉得应该是 最起码是过几千万的 保守的说 但就这样规模大的运动 就都就没声了 学生就被弹个压死了 这多么的可怕 所以今天和30年前 最大的不同 今天是有人在努力 让西方国家全力以赴 来关注香港 关注香港人民 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 我相信现在非洲 每时每刻 也在因为 没钱看病 也在死人 中东恐怖组织 每时每刻也在杀人 咋没人 那美国人不是正义吗 他的美国的 不去保卫那些人去啊 英国人不是 也这个高傲 所谓的贵族吗 他哪不去去帮助帮助去啊 说明啥 人家英国忙着脱欧呢 人家美国人总统 也忙着人家大选呢 也忙着人家 所以这个世界很现实 我们不能够 把所有的东西 都依赖于他们 那是绝对的灾难 第二个 今天西方国家 有了这样的 对于中国的关注度 以及对于香港人民的关注度 他不是白来的 他是有人在努力推动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 要敢 或者不敢 我们要珍惜 不是所有 每时每刻 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 不容易 而且还有人几十亿 几十亿的钱 给 就白白的就是 捐给你 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 我们千万不要 失去了这个机会 跟共产党达成了 所谓的交易 和妥协 那我们就真的失败了 而且我们绝对会后悔的 当初的六四 有没有谈判 有的战友们 怎么没有 香港同胞们 但是谈判的结果是啥 谈判完了 坦克过来了 跟美国有没有谈判 有啊 谈完了 第一次谈判 川普呢 开心的不得了 被高高举起 然后结果呢 啪唧 一个没兑现 然后人家外一波 说美国不守信用 你看这就是共产党 所以共产党 对于所有给他的谈判的人 他不是要达成这个谈判的结果 和协议 包括宪法都是假的 什么秋后酸长 那都是清的 你得知道 你在与魔鬼在较量 你在与魔鬼谈判 魔鬼怎么可能守信用呢 他的目的就是吃掉你 下面我们看一看啊 这个关于六四谈判那个视频啊 我不是这个胡说八道啊 这有视频证据 而且大家注意看啊 你看谈判非常的客气 而且觉得这老人太善良了 这就是共产党给所有中国人造成的假象 假 假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信 这个就悲哀了 所以香港同胞千万不要天真 我们看一看这个视频 看虚寒温暖呢 看虚寒温暖呢 赵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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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你什么系的 受学系 这年纪啊 八五十年纪 快许业了啊 你呢 我打新女士 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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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关心的 这无论凯欣 才从医院就出来 她还在医院呢 没有别的 我说几句啊 我们认为吧 这样一场运动 不管政府方面 其他方面 是否承认它是一场伟大的 爱国民主运动 但是历史 会承认它是一场伟大的 爱国民主运动 但是为什么同学们 特别的需要政府方面 其有关方面也承认呢 我想 大家都是表达这样一个愿望 想看一看 当了高度同学撤离 你说啊 好 好 我们 我是在美兰工作的 对 对 对 战友们 因为六四 我没有参与 我也不了解 我只想说明一件事 六四 中国政府 跟六四的学生有过谈判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谈判的态度 很谦卑 很好 说啥都好 然后呢 握手 血涵温暖 结果呢 坦克出来了 你敢相信吗 这就是共产党 所以香港同胞们 你们不要追求什么 秋后算账 那太太天真了 算什么账啊 这就好比 现在 是前所未有的 大的 时代 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全世界 我多次听到 郭文贵先生在视频中说 他在华盛顿 现在全世界 华盛顿 都在关注了中国 然后他就说 全世界现在不是关注共产党 中国是关注 是否反共产党 然后再到现在 基本上全反共产党 不反共产党 基本上华盛顿待不下去了 你可以不停 但你要是 要是说支持共产党 你绝对会不下去 所以这一系列的变化 来之不易 这也是郭先生 为什么说我们要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 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 让全世界 关注了我们 在我们有难的时候 也会帮助我们 这个时候 这就好比 这个CCP 他强奸了我们 二三十年 然后 今天说啥呢 给谈判说啥呢 马上 郭先生也好 国际警察来了 说我要抓他 这强奸犯 结果现在 咱们要啥 就给他谈判了 说啥呢 说这这强奸犯 跟我说要跟我和好 说这他不再强奸我了 说他要做好人 我给他机会 可能吗 无数次的机会 已经证明 共产党 他是个魔鬼 当初六四 那是坦克出动 把学生就压过去了 这事都能做得出来 而且 真相 真的就被在中国现在 已经掩盖住了 照样执政 人家照样 进入WTO 照样开奥运会 可不可怕 所以今天 我们前所未有的 这种机会 我们一定要珍惜 我希望所有的香港同胞们 我没有任何资格 给你们提建议 也没有任何资格 对你们说任何东西 但是我想说 我们 真的是万众一心 我们 只有在一起 我们才能赢 我们不是帮助你 我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你们赢了 我们才能赢 你们赢得越漂亮 我们赢得也会越漂亮 所以这是核心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 在我们有共同敌人的角度上 千万不要跟共产党 谈任何东西 不要相信他一句话 我们要做的 香港人民要做的 就是给他提出东西 我要干啥 让他无条件 立马执行 都不要给他延期的 就什么延期 什么所谓的暂停 全部不需要 你香港 记住 是香港人民的政府 不是你香港 那十几个公务 十几万公务员的政府 已经占了香港超过 五分之一 二百多万人上街 这是什么力量 如果你香港政府 是代表人民 那你就应该遵守 这些人民的意愿 你们应该无条件 执行这些人民的诉求 而没有资格 跟他们去谈判 去谈条件 你们只有执行 如果你们不执行 只说明一点 你们心里有鬼 你们没想为香港人民 做事情 你们也没想执行 香港人民的决定 你们是有着险恶的用心 你们是想与共产党勾兑 你们再想重演的像六四 或者其他所有的 跟共产党勾兑后 悲惨的下场 悲惨的结局 所以跟共产党 只有让他做 没有谈判 也没有妥协 不要给他任何一点机会 因为他是魔鬼 他不是人 真心的希望 真心的 希望上天保佑香港同胞 和十四亿人民 看清共产党的真相 不要再被他欺骗 不要再被他愚弄 不要再被他谈判 不要相信一个强奸了二十几年 七十年中国人的一个强奸犯 一个强奸党 他能束手就擒 他能改过自新 绝不可能 只有法律 只有比他再强的力量 才能够让他妥协 才能够让他真正的屈服 或者消失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